今天是金山区六谷里共餐的日子 也是冬至前的共餐 为此里长准备了汤圆 让长辈们动手搓 更在吃汤圆之前 带大家一起来跳动健康 就是希望长辈吃下冬至汤圆 不会变圆 还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乐活 越来越年轻 今天是金山六谷里共餐的日子 也是冬至前的共餐活动 为此里长也特别准备了汤圆 要让老人家一起搓 还有在吃汤圆之前 还要先跳动健康 就是要让老人家吃汤圆 但是人不会变圆 也希望吃下冬至汤圆 长辈们都能够更加的健康乐活 越来越年轻 今天最主要是 老人共餐系列活动 你再过两天 礼拜六就是冬至 所以生这个机会 老人家一起寄一寄 抽抽汤圆 庆祝加点 一万 要多一岁 要多一岁 那你喜欢吃汤圆吗 喜欢 为什么喜欢 因为汤圆有家里滴瓜 两颗 对啊 两颗两颗 阿嬷还收三颗 有啊 不是啊 有的一次收三颗 阿嬷还收三颗 你看 阿嬷收三颗 可以见到这些引发长辈围着圆桌搓汤圆 凭借着经验 长辈们不但可以一次搓两颗汤圆 还有一次三颗的都有 不到一下子的时间 里早准备的糯米团就全部变成汤圆 而市议员当选人张景豪也特地来到现场 与大家一起吃汤圆 庆冬至 更一并的感谢乡亲的支持 未来会在议会继续为长照福利而努力 今天是六谷里 就是他们老共产 也是他们神仪亚的一个活动 那景豪趁这个机会来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这一次呢 景豪有顺利当选 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谢谢 那也是希望说 未来我在市政府里面 争取更多的老人福利 还有一些动健康 一些相关长者他们需要的一些福利政策 人非常用心 因为这个礼拜六就冬至了 特别在区检测 今天来做银子 请在市政府来做银子 虽然吃银子 但是没多一会 来跟我们年轻 年轻 那感谢你党来照顾我们的市政府 像我们每隔夜在办公餐典一样 那公餐之前一定会请我们这些长辈 都出来活动 都出来运动 那为长辈的健康守护我们的地方 金山区长表示 地方的长辈都仰赖 各个里长的照顾 尤其逢年过节 长辈更需要团圆陪伴 子女都在外地打拼 好在有里长每周 甚至是每个节日 都办理多元化的活动来照顾 今天也来陪伴长辈们 吃团圆的汤圆 要为长辈们献上冬至的祝福 记者大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